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事 很多人 在狂风暴雨中 我们能走多久 靠的不是双脚 而是志向 红湖志在苍语 燕雀心细言下 我们能登多高 靠的不是身躯 而是意志 强者欲错越勇 弱者 逢拜迷伤 我们能做什么 靠的不是双手 而是智慧 勤劳砥砺品性 思想创造未来 我们能看多远 靠的不是双眼 而是胸怀 你装得下世界 世界才会容你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两句话 你要烂在肚子里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这些年 吃了不少苦 受了不少醉 但是从来没有对谁讲过 只有自己知道 能够说得出的委屈 便不算委屈 有些话 适合烂在心里 站在顶峰 才知道 什么叫高处不胜寒 处在低谷 才明白 什么叫 人心有冷暖 自己的心酸 只有自己最清楚 也别羡慕别人家的月亮 比较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再风光的人 背后也有寒凉苦楚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当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一句宽慰人的话 哎呀 没事 我们家也有头疼的事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也许年轻的时候 并不能理解这句话 但是等到了一定年纪 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 就能够心领神会了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没有十全十美的 磕磕绊绊才是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说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故事 有的人富甲一方 家财万贯 却不见得有多快乐 有的人粗茶淡饭 平平凡凡 却每一天都喜笑颜开 生活本身就有酸甜苦辣 在幸福的人 也会有心底的无奈 和背后的苦涩 在小说《祝福》中 祥林嫂第一次 逃离自己的婆家后 她在鲁四爷家做长工 曾得到过一段 舒心安详的生活 主人家虽借敌 她是一个寡妇 却也是见她手脚零快 很是喜欢 只是后来的祥林嫂 逃不过被婆家 当作商品卖出去的 可悲命运 被婆家当作商品 卖出去的时候 祥林嫂也曾激烈地反抗 但好在这一次 她交了个好运 这个男人是不错的 她在命运的安抚下 慢慢地顺丑 后来 祥林嫂更是生了一个 大胖儿子 就连魏婆子 都忍不住 说一句她有福气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祸福旦夕 祥林嫂的命运 在这里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她的丈夫 染上风寒 断送了性命 她的儿子 也让山上的狼 给牵走了 等到祥林嫂 找到人的时候 她的儿子 血淋淋躺在草窝里 五脏六腑 都被狼吃了 走投无路的祥林嫂 再一次回到了鲁镇 她替死横流地 向别人诉说着 自己儿子的悲惨故事 引来了一些 慈悲太太们的 哀叹流泪 她原先的主人 也因她 那让人听了 心痛欲裂的故事 留下了她 共情不能长久 当祥林嫂 三番五次 一而再 再而三地 讲述着她的儿子的 不幸事 就连最慈悲的 念佛的老太太们 眼里也再不见 有一点泪的痕迹了 于是 这一切都开始变了 鲁四爷 开始嫌弃 祥林嫂 是死了两回 丈夫的寡妇 认为 她是不祥的 并不让她来插手 祝福祭祀的事情 镇上的其他人 也对她冷冰冰的 不再像以前那样 悲悯同情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谁的人生 都不可能 永远一帆风顺 人都喜欢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留在外面 心酸苦楚 带回家里 所以 你只是 看到了好的那一面 生活并不是我们 所见所想的那般 我们都是旁观者而已 所以 也不要总觉得 别人家的月亮 比较圆 别人家的月亮 跟你家的月亮 其实是同一个月亮 人人都有不如意的事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能与人说的 又有几分呢 人 总有些心酸 不能说 放在心里 让时间淡化 之前 看过一个新闻 说在某房地产公司 女店员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经常抱怨这 抱怨那 搞得 大家都 无心工作了 男店长呢 也是个爆脾气 这事儿 完全忍不下去 直接上手了 两人因此 闹到了派出所 无论是在生活 还是工作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 但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抱怨 你要是抱怨多了 会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总是用消极的态度 来解决问题 因为 在别人看来 爱抱怨的人 要么是太弱 要么就是扫把心 否则 为什么啥坏事 都让你赶上了呢 其实 生活已经如此了 我们再多的抱怨 也无法改变现状 只会令你的心情 越来越差 与其这样 还不如坦然面对现在 并且改变自己的现状 这才是我们 最应该做的事 其实我们都没有表面 那么坚强 微笑是为了掩盖悲伤 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这些年 看透不少人 经历不少事 也渐渐明白了 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 有些话你说了 人家当成笑话听听 有些事你讲了 人家背后议论纷纷 吃过亏 所以有了防备心 受过伤 所以懂得了沉默 能熬过的 自己去扛 没必要对谁讲 告诉父母 父母操心 告诉伴侣 伴侣不理解 告诉朋友 朋友着急 不如咽紧肚子里 大事小事 自己面对 谁能读懂 这拼命逞强的背后 承受了多少的压力 谁又了解 笑容的背后 藏了多少的心酸 人生的路 难与不难 只有自己最清楚 眼角的泪 闲与不闲 也只有自己体会过 心中的苦 说与不说 也只有自己最懂得 苦泪中 懂得安慰自己 曾经尝试过 把心里的事 告诉别人 但发现 别人永远无法 感同身受 说出来比没说 还要落寞 所以后来 学会了沉默 学会了 在苦累中 自己安慰自己 在孤单时 自己寻找快乐 人生就是一个 体验的过程 成败不重要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 努力了 珍惜了 无怨无悔就好 谁的人生 都不能保证 一生得意 所以 不求事事顺利 只求问心无愧 善待别人 温暖自己 即使背后 有人乱交舌根 只要自己 行得正 站得稳 再多的流言蜚语 也影响不了什么 日久见人心 我们这一生很难 父母会老去 朋友会散查 只有自己 能成为自己 最大的依靠 有些路 注定没有人 可以陪我们走过 只能独自扛过 那些苦难 感谢自己 这么多年来 不容易 从来没有 向生活低过头 人与人相处 靠的是缘分 爱情 因珍惜而美好 友情 因真诚 而长久 亲情 因相依 而温暖 时间 一秒秒走 日子 一天天过 平凡的生活 忙于工作 安于家庭 不求 大富大贵 但求 家人 平安健康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 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